他最早找上的是黃任忠 那黃任忠他們後來總共找了一堆人 幾隻了12億 炒作颱風股票 各位要知道 有沒有股票9個月 只漲不跌的 颱風 非常赫赫有名的 這件案子成為颱風暗流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颱風的這個黃中宏的太太 總裁夫人 請人家把一些貴婦出面 找了7個法官 6個檢察官 總共13個 法界很有名的司法官 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吉林路口的 紅龍蝦請織龍蝦業 只靠剛剛開始的12億是不夠的 他們為了炒股票 所以又意外捲出了案外案 中心銀行的抄待案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其實年輕的朋友 可能不曉得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的年紀也跟我一樣 40多50幾歲 以前有一個案子叫做颱風案 大家印象一定非常的深刻 颱風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鳳梨罐頭 在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有夠烤的就對了 因為你知道吧 以前的鳳梨不像現在這個鳳梨 以前的鳳梨你吃多了 會刮舌頭 舌頭會破掉 那時候一個最好吃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罐頭 這罐頭有多好吃 它裡面是泡糖水 而且它這個鳳梨 老實說吃起來很嫩 所以這個鳳梨的罐頭 在台灣非常非常的有市場之外呢 也替台灣銷到日本賺了非常多的外匯 那麼厲害那麼大的一個公司 結果他們的第一代的老闆 放給第二代的經營的孩子來經營 結果沒多久就苦繃瓦解 而且甚至還吃上了官司 在這個案子當中 這個老老闆他有兩個兒子 那大哥跟小弟 後來這個台鳳是給小弟來管 那這個大哥後來因為什麼樣的因素呢 為什麼不去介入 不去搶精靈權還是怎麼樣呢 他自己又去創立了一個叫做 唐鳳的一個鳳梨罐頭 然後也創效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到底這中間的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他甚至還引發了很多人 因為那個台鳳的炒鼓案 被抓去或者是官司纏身 包含了很多人 王中鴻自己本身 傅昆琦他都很熟吧 王令鈴 還有黃任忠 羅吳柱 曾正龍 這個都是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那個 剁剁腳 這個真的是 政壇或經濟上面 會那個大地震的這些人 那這些一直到甚至說幾年前 那還有人還因為這個案子 已經辦了20年 還被官被捕入獄 非常的有趣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要來談這個呢 就是我們來從這個案例當中呢 我們來借鏡 讓我們知道就是說 做人真的要腳踏實地 瑞德哥 是 台鳳的這個案子 怎麼這麼有趣 沒有錯 台鳳這個案子我印象深刻啊 為什麼 486先生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台北市的五星級大飯店 跟人家在說事情 對 你咖啡店說事情嘛 推廉案有個陌生男人接近 把一個塑膠袋往你頭上一套 掉下來兩條雨傘截跟眼鏡蛇 會怎麼樣 我好有記得這個新聞 你會鬆得歪歪嗎 你會叫人啊 叫人嘛 對 真實發生在台鳳的這個炒骨案 黃中鴻的身上 那說來也很可惜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如果腳踏實地 不要這樣搞的話 台鳳是大有可為啊 跟他解釋一下 我小時候最喜歡喝這個 為什麼 我很喜歡吃鳳梨 但鳳梨有個問題 沒有改良過那個鳳梨啊 剛剛講到會去刮到我們的舌頭 尤其在什麼時候 你吸那個鳳梨汁的時候 所以大人都叫你不要吸那個汁 有沒有 洗汁的話舌頭 尤其中間會刮到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那個鳳梨的心啊 對不對 我那個鳳梨心不好吃這樣等等 但是有一個台鳳的罐頭 我就喜歡吃 為什麼 一片鴛鴛一片鴛鴛鴛啊 你這樣 都沒有酸的 因為我們一般吃鳳梨會吃到酸的 對 都甜的 很好吃 然後吃起來很棒就對了 各位 這正經是台灣之光啊 他在1913年啊 開始在日本時代 台灣鳳梨諸事會社建立 日本人建立的 建立了以後 在台灣 剛好台灣的氣候適合 包括種香蕉 種鳳梨 種甘蔗 雅樂代氣候嘛 所以後來他們就成立了這個 台鳳的鳳梨的 鳳梨的諸事會社 然後就開始競翁來 你看那個 這個 西螺大橋有沒有 旁邊 左水溪旁邊 都是競翁來嘛 所以以前跳傘 最怕去跳那邊 真的 你也不相信就傘了 整個氣到亂七八糟 我岳父年輕的時候 就是十三兵啊 他說他們最討厭去 跳這些有鳳梨田的地方 那麼台鳳呢 後來在日本時代 不斷的有更名 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 來到台灣了以後 他變成台灣省政府 一開始是農林處 後來變成農林廳 然後呢 有幾個機構 就在那時候成立 台唐聽過吧 台鳳 對不對 這些經過了 告訴各位 你知道國營企業裡面 土地最多的兩家 以前啦 台鳳現在是民間公司的嘛 那麼土地最多的兩家公司 就是我剛剛說的兩家公司 台唐跟台鳳 為什麼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這些土地 都是在種農作物的 不是種甘蔗 種甘蔗就是種鳳梨嘛 那所以呢後來這些土地 講白了 那時候土地很多都是自己佔的 政府直接說號稱從日本手上 直接接收的嘛 所以現在包括中廣 這些都還在打官司 那也是國民黨的黨產 還是國家的財產 那當時台灣省政府呢 接收那麼多的土地以後呢 成立了好幾家公司 包括台唐就是一間 台鳳也是一間 台灣鳳梨公司對不對 也是 那後來經過幾次的輾轉的改變以後 才成了我們現在說的台灣鳳梨 各位它曾經是台灣最風光的農作物之一 為什麼 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農作物很有名 茶葉很有名 對 以前清調的時候 台灣的茶葉 鹿皮很有梅花鹿 以前全台灣都是梅花鹿的天下 所以鹿皮銷售全世界第一 然後包括 種甘蔗 包括香蕉 鳳梨也是 全世界一年銷售410萬箱 120萬 120億台幣 各位 是當年的120億台幣 不是現在的120億台幣 當年的1億對不對 相當於現在可能50億 100億的不值 幣值的那種觀感不一樣 那麼到後來 台鳳一直轉變一直轉變 不過它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就像我們的糖一樣 我們的糖現在面臨到 來自於中南美洲相關的甜菜糖 便宜啊 然後一些蔗糖對不對 我們也搶不過人家 因為人家便宜啊 那台糖公司不是還在嗎 台糖還是在 然後呢 台鳳也是一樣 因為呢 你曾經一年有120億的外銷金額 410萬箱全世界最大 可問題是菲律賓跟來自於泰國 他們看到台灣人種 其實有些是台灣人去幫他們種的 應該是台灣人種了以後 想說台商嘛 我自己營收 那你的員工一發現以後呢 就會到 到相關的那個 那就種開了以後 你的地方 你的土地 你的氣候可以 我這邊也可以啊 但我大量種 就是這種俄果 就像現在台灣的一些 這個荔枝 我們現在很多荔枝 不是說我們開發的嗎 對 我們的蒜亞芒果 我們開發的嗎 都到福建去 種的比我們面積還大 用低成本 低效果來傾銷打你台灣 一模一樣 然後泰國跟菲律賓就鳳梨呢 低價大量把我們市場給搶了 本來這個大概還有 還要接近一年後來降到12億 後來降到8億 後來降到虧損 一年甚至要虧損1億2000萬 這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 還要虧損那麼多 但是員工不用裁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為什麼 台塘跟台鳳都擁有非常非常多的土地 多到什麼程度 我跟你說那也不會有 降到現在 陽明跟長榮不是什麼 發幾十個月什麼獎金有沒有 那個土地不賣放到現在 嚇死人 這裡面種的不是鳳梨種的是黃金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各位 台鳳的土地在台灣擁有2300公頃 哇 2300公頃 我都懶著算那個坪數給你聽說 大概是多少坪 你怕死人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今年虧損 就這邊賣一下 土地割一塊去賣 賣個一兩億 賣個六千萬 割地賣掉 我們今年就打平了 公司都這樣 老的都是 公司沒辦法打平 我就賣土地 大家就不用裁員 大家公司就繼續經營 是這樣 到了黃中鴻來接的時候 他是年輕人 他28歲而已 他這麼年輕 他本來是有很好的一個想法 他的想法是想把颱風變大 然後扭轉虧本 然後針對 晉晉都在賣土地 你滴滴滴滴滴滴 2300公頃滴滴滴滴滴滴滴 這240公頃 賣2億去賣給哪一個學校有沒有 這邊割了以後 到了後來2300公頃賣到剩下1700公頃 賣掉了600公頃 但問題是還是很多 1700公頃還是很多 但他不願意再繼續過這種日子 在賣靠天吃飯在賣家產 他不要 所以他本來的用意是想把整個颱風整頓 那黃中鴻就是這樣 黃中鴻非常可惜 因為他如果用正當的投資手法的話 事實上他是有機會在他的構想之下 把颱風脫胎換股 可惜他採取的不是這樣的手法 為什麼 他採取的一種方法是 我如何讓颱風賺大錢 嗯 什麼辦法 我不料土地嗎 炒土地 然後呢炒土地還不怪 各位 印股票來換鈔票是全世界最快的 沒錯 只換錢 做啊 合理的印啊 印多少隨便你決定啊 對不對 印股票來賺鈔票嘛 在我印嘛 換錢我印嘛 上面以前的面額都是10塊錢嘛 對吧 在我印在我印嘛 所以呢 他就結合了一票人 就剛剛486先生講了 他最早早上的是黃任忠 就以前 包括他投資遠東航空 包括很多這個 他下面的管家小潘潘我也認識 然後呢 那時候就是四大公子之一的黃任忠 他有一個床是我這輩子夢寐以求 永遠達不到的幸運 你知道 我說等躺一天我死都甘心了 為什麼 他那個床裡面曾經睡過10個女人 有人說睡10個女人你能幹嘛 我什麼都不用幹 我只要10個女人跟我睡在一起就好了 當然這其中一個也不能是我太太 沒有我的心裡在裡面 現在一具實質地在裡面對不對 那黃任忠他們後來總共集資找了一堆人 集資了12億 炒作颱風股票 各位要知道喔 有沒有股票9個月只漲不跌的 颱風 你知道 拼命炒 從66塊 74塊 後來 因為那時候股市漲跌幅比較小 所以他漲停板 我記得最開始1.5%就漲停板了 漲平坦跟跌停板等等 然後就這樣子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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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57塊 歷史天價 哇 60幾到200多 我的天啊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 很簡單 要集資嘛 剛剛講那12億只是開頭嘛 要集資12億 你炒股票 炒股票方式很簡單 各位 我 股本不是那麼大 我炒一堆人每天掛買進 不賣 有股票的人不賣 然後呢 不賣以後會怎樣 就會更多人明天又買進 對 不賣 不賣以後又漲停 漲停就是什麼漲停 買股票的人很多排隊 但是沒有人要賣 賣的人很少 買的人很多 結果呢又買不到 所以我掛最高的嘛 那價格嘛 結果他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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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 連漲7根停板 我的天啊 7個停板對不對 很多閃戶本來還有猶豫的說 哇 現在起到670塊 現在起到100多塊啊 130 140了還要進嗎 結果看他還每天漲停板 每天這樣衝衝衝 那不進變成傻瓜 你知道嗎 各位 這時候我們必須講一句話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也偷偷瞞著我太太 為了振興家裡的經濟 所以我買了一些股票 真的 我曾經經歷過中鋼17根停板 我每天站在那邊看 我的股票三角形紅色往上 漲停板紅紅的一根 連看17根 你知道嗎 但是我也看過 連往下 連疊18根 你知道嗎 我都看過那種環境 所以買股票我非常小心 然後呢 緊接而來啊 颱鳳 它只靠資金廠沒有用 媒體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為什麼 因為每個媒體都有跑證券財經的記者 那時候很多媒體也捲入了這個所謂的颱鳳炒股案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塊比較沒有人設立 也沒有人講 因為後來發生了一些事 為什麼 因為有些媒體捲入以後呢 那麼我就三張五張 十張十五張開始買為什麼 一直去啊 一直去我為什麼不賣 那有些想說 膽子曉得就買進以後 賺了幾十塊以後賣出嘛 獲利嘛 還在漲啊 還在漲我就在加碼 你知道嗎 是這樣子的 但我聽說啦 這個聽說啦 那麼有些這個颱鳳的內線有跟他們講說 大概到什麼時候就要停損到什麼 我跟你講當人家內線抱你的時候 就表示他已經進了很多了 他只是要利用你去炒作這個股票 當內線告訴你要跑的時候 他已經跑了 你知道嗎 懂嗎 但是他還好心的告訴你 要跑哦 要跑 你要準備很酸哦 因為你準備要幫啊 那麼有些人呢 人家已經跟你講了 怎麼可能 欸 破250 眼看著我的房子 我的車子 我的什麼東西 全部都壓在身上 不往前衝 我為什麼要賣 那我也之所以認為說 他大有可謂的原因 土地 那時候屏東 這個颱鳳 屏東社區的那個再造大群社區再造案 他們土地多到買到炒作到 連金門都有 你知道嗎 然後連中山高速公路旁邊 有沒有 然後哪裡 他土地這麼多 然後公司這麼多 他黃中宏下面的公司很多啊 愛好藝術品 台灣我們曾經啊 那麼有一位很知名的畫家叫 藏玉 他的畫作一直被這個等於說 一直被炒作到很高 就是颱鳳那時候黃中宏他們 現在在藝術裡面呢 把他給炒作起來的 但是他有獲利回突啦 他有獲利 馬上把他給處理掉 整個起來以後他把它處理掉 那麼 所以你就知道 他在藝術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相關的部分 他是整個整體這樣是經營的 所以一路讓颱鳳股票 不斷的漲 不斷的漲 漲到一塌糊塗 當時大家都想 哇 做翁來 有要多做到這種狀況對不對 不是在這個翁來 而是在他的土地 而是在他的想像空間 就跟我剛剛一直講 那個床上有10個女人 那個意思一樣 我們想像 我們長到250 只是3個女人 他可能5個女人 可能10個女人 那為什麼不要呢 對不對 所以更多人就投入 散戶 散戶是最可憐的 散戶永遠是最晚上車 然後呢 最早被拋棄的 沒錯 然後下不了車 你知道嗎 最晚上車接到高點 然後手上接到都是刀子 然後散戶就大舉進去 然後到後來 那麼發生一件事 結果各位 非常赫赫有名的 台鳳龍蝦宴 這件案子成為台鳳案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為什麼呢 台鳳的這個黃忠宏的太太 總裁夫人 那麼請人家 這個一些貴婦出面 找了七個法官 六個檢察官 總共13個法界很有名的司法官 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吉林路口的 紅龍蝦請吃龍蝦宴 現在沒有了 這家餐廳不在了 然後呢 那麼 然後我跟各位介紹 剛好那個年代 在台鳳事件之前 有人招待 黑大五 黑社會大哥招待 我去吃過一次 哇 我去頂上一次 第一次也是黑社會大哥招待 哪有可能 所以紅龍蝦是很高當的 在當年 在當年 三十幾年前 那當年 一克一千多塊錢 就是一個個人一千多塊錢 哇 那個真的是很貴很貴 它總共是16個包廂 我聽說丹丹中皇花了八千多萬塊 接近一億 哇 而且你要知道 他開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上面 中山區裡面 最難就停車 對 趴車他也沒有面子 等一下刮傷怎麼辦 後面停車場一起租下來 可以停80輛車子 你知道嗎 然後緊接而來他的廚師 我介紹一下他的老闆是怎麼來投 因為他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很大 他的老闆就是在 發生到台南大名出身 你聽到台南大名 你聽到台南大名而已 你錯啦 要吃台南大名的時候 要小心謹慎 千萬不能滴掉下來 還是湯匙叫公伴 全部來自於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英國的 最高級的瓷器 哇塞 那個水晶燈都要幾十萬幾百萬 我去台南大名是黑白兩島搶我去的 不過這個白島搶我去的 跟黑島差不多啦 搶我去以後 我本來一開始 我三十幾年前跑外華分局 去台南大名 我想吃台南大名 怎麼還不去 我老闆說 賤頭啊 那台灣最貴的啊 你知道嗎 真的啊 我就去到那裡 因為黑白那時候也 招待外賓也說去台南大名 他在那個環境下 他知道這個地方的貴客 台南大名聽起來很 很在地化 本土化 但事實上裡面都說 原來請貴客來吃飯 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他完全copy了這一套 來自於義大利的啦 來自於這個好不好 椅子 一個椅子多少錢 一次聽說一個椅子 那時候要買好幾萬 但是他一口氣 買了幾百個還打對折 對方還給他打對折 然後包括他的這個筷子 湯匙 這些全部都是最高級的磁器 有錢人就喜歡來了 正商民的就喜歡來了 你知道嗎 他16個包廂隱密 非常隱密 然後呢就讓你 這個那時候也沒有國仔隊 然後他們就覺得在這裡用餐非常OK 然後有隱私權 隱私性 所以紅龍蝦是這樣來的 他主打的是這些 大概一個月的營收都超過上千萬 在那個年代上千萬 那我可能不曉得 那時候我住那個 我舉個例子 在台北市民生社區 我們那時候一樓的房子 大概是差不多 民國70多年 那時候一樓的房子 我記得大概是超過350萬左右 那如果二三樓那個公寓 就四層樓 那你說二三四樓 他那個時候一層大概是200多萬 講這個大家比較不好比你 我在報社的薪水1萬5 他一個月一千多萬以上 對 很大 一個月很大 然後後來 他們就來這邊吃 我跟你講其實 黃忠宏跟他太太 其實許下的承諾 是每個人都想夢寐以求的 大家有在玩股票都知道 他講什麼 台風股票 大家可以放心下去買 為什麼呢 賺的算你的 賠錢我出 哇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動作啊 有多少進多少 真的 486團購的Twin Wash 是獨家的銀色款 針對台灣的海島型氣候 去改良的材質更耐酸秀 而且安裝類的商品 你一定要記得找 有信用 有口碑 有真人客服的 而這些486通通都有 還能想分歧零利率 趕快上486團購 然後我問你 為什麼要在這群司法官前面這樣講 對啊 為什麼啊 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 手洗牙管啊 不是就這樣子嗎 黑道為什麼喜歡跟 這個調查局 還是跟警方有沒有 來往 萬一怎麼樣對不對 重重舉起 輕輕落下 沒錯 這個黑道也喜歡跟以前警備總部來往 意思一樣嘛 萬一管訓的時候 欸 我要喝酒要給我 所以當然當然我錢會給你 但是你要給我方便 不要一直操我 不要找我麻煩嘛 那當時紅龍蝦就在環境裡面 這個大家賓主盡歡啊 對不對 紅龍蝦就 氣氣 龍蝦 因為他的龍蝦是非常特殊的 叫紅龍蝦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那種最高級的龍刺包 這些都有啦 那一餐吃得大家爽歪歪啊 為什麼 開玩笑 嘟得各位差點好吃啊 有些司法官後來還抱怨 被約談的時候說 我們就吃個飯而已啊 不能吃飯嗎 然後呢 結果啦 大家就去買颱風的股票 天啊 人算不如天算 亞洲金融危機金融風暴 爆發了 對吧 颱風再加上他後繼無力 他為了他事實上 黃中宏這個第一個去關的 並不是颱風的炒股案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紅龍蝦案後來被 這次落選的前台北市議員林瑞圖 爆料 爆料出來說有一堆司法官去吃龍蝦咽 颱風龍蝦咽 那司法官捲入了炒股案 如果天大的弊案嘛對不對 一開始說是法官 還不知道檢察官 所以就介入調查 司法院整個被迫社會的壓力 輿論的壓力對不對 被迫你們法官去吃這個 那你跟業者有什麼關係啊 炒股有什麼關係啊 要查嘛 排身倒海 有人寄過有人停職 有人什麼樣 摸到不會 有人跳出來說 要不是只有法官吃而已啊 然後連檢察官一起調查 還有檢察官一起調查 有捲入買這個股票 有聽到紅蝦去買 全部都調查 一磅人有沒有 全部都捲進去 這就是當年非常有名的 紅龍蝦宴的台鳳炒股案 有跟紅龍蝦 不用錢的公告 但是是負面的 政商民流不敢 哪一位媒體都在前面這樣拍啊 結果影響到生意啊 你知道人家也是厲害 紅龍蝦這家高級餐廳 就推出 龍蝦鳳梨宴 賣便當 賣這個什麼 這個鳳梨蝦球 跟鳳梨有關係啦 賣鳳梨蝦球 鳳梨大腸 鳳梨什麼這樣 我覺得老闆蠻有意思的 蠻欣賞他這個老闆的 然後呢後來啊 這個案子捲了一塌糊塗 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個案子而已 後來一堆法官檢長被約談說 教區啊 我是被害人啊 他叫我買股票 他叫我買股票不開始跌 事後找他們要賠差價 找不到人 為什麼找不到人 因為股價整個崩了嘛 對不對 他們自己扛不住 因為那時候不是只有颱風的股票 那是整個亞洲金融網 整個席捲 整個席捲 不能怪他們 但運氣壞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因為你是知道 要靠把這個炒作到257塊 是他的天價 大家都在等 260 永遠沒有等到 就炒作到257塊 一直炒對不對 只靠剛剛開始的12億是不夠的 他們為了炒股票 所以意外捲出了案外案 中芯銀行的抄貸案 哦 當年很大耶 中芯銀行 台灣的銀行被人家完成這個樣子嘛 中華銀行被人家完成這個樣子 中芯銀行被人家完成這個樣子 都掏空 直接 操貸很簡單 你一個土地 我說怎麼用土地去炒作 一個土地1.2億取得 我可以這邊帶 那邊帶 回過來帶 再帶 再帶到十幾億 我跟他們說 他只值1.2億 他可以帶到十幾億 這叫超貸 放過之後 你這個土地也是1.2億 甚至於更低 所以這叫超貸 你有關的就可以超貸 我們台灣離譜到 就算沒有不動彈抵押 跟動彈抵押都可以帶 你知道嗎 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出事 呆帳啊 就是這樣啊 呆帳就是 用罐的錢去打平 就吸收了 這就是他們一罐的一個手法 然後呢 結果呢 他就捲入中芯銀行 超貸有好幾種說法 這個起訴書判決書 有從66億一直到80億都有 不等就是那個金額對不對 然後後來也因為這樣 中芯銀行王玉雲啊 包括他的子弟 不是王命海外啦 然後後來中芯銀行 被政府這個接管啊等等啦 那黃中鴻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這樣被判刑 判了6年進去關 但他還沒有進去關的時候 就發生了 剛剛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的那件事 黃中鴻他慌了 為什麼一跳票 一張1500萬的票 開始跳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不可能 你知道257塊的股價 你知道多離譜嗎 台鳳的總值衝破了新台幣 1500多億 在那個年代 有一個王永慶你聽過吧 有 比台塑集團的總值還高 哇 太誇張了 你相信吧 台塑集團的總值 還沒有台鳳那時候的整個股價 我們用股價乘以他嘛 257乘以多少股票 1520幾億 滅台灣十大企業 你知道嗎 他有第十名 怎麼可能 大家認為他怎麼可能跳票 1500萬叫跳票 跳票之後有跳第一張 就是跳第二張 對沒錯 大家就覺得不對 那黃中鴻怎麼辦 因為 接拼接拼 然後這邊 那就身敗名列 那時候列一半 你知道嗎 還在想要重新那個東山再起 所以他那股價從200多塊跌到100多塊 他還在想跟他還曾經去跟國民黨的 這個怎麼說 那時候的黨營事業有沒有 希望能夠援助 那時候有針對特別的人 特別的企業丟幾十億 丟幾十億去拉台大的股價嘛 最後在我們那時候在講那個黨產的時候 這些錢就不通水本無歸嘛 然後呢 那時候國民黨沒有同意 因為他們發現那個颱風 這個空太大 你知道嗎 那個洞太大 因為他裡面又有捲入的人 又有立法委員 又有這個什麼媒體 然後媒體那個金主大老闆 然後又有這個等於說 這個捲太大了 那結果呢 那麼怎麼辦 結果民間借代啊 我跟你說 真的啦 在這邊這個奉勸大家 真的真的不要跟地下錢莊借錢 我跑過最離譜的一次是 國民黨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大佬的晚輩 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經營者 但是她為了周轉100萬 她跟地下錢莊借錢 她來跟台北市少年隊報案 報案呢 當時我就在 因為只有我還會半夜 跑去少年隊搞到半夜 你知道嗎 結果獨家新聞 她被地下錢莊逼還1億 她的本金100萬都還沒還 我的天啊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我跑的獨家新聞 你知道嗎 她借100萬 利滾利滾 你滾到你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錢 永遠不要你還本金 後悔悔不當初沒有用 因為有黑道 因為有刀有槍 你知道嗎 所以到後來千萬不要跟地下錢莊借錢 然後呢 那麼這黃中宏因為後來被迫掉錢 掉到澳門非常有名的一個 非社會大哥的台灣機構 這些錢莊 後來經過幾次談判 那一天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一家 五星級大飯店的咖啡廳裡面談判 談判了以後 台灣的這個 一家地下錢莊借錢的兩個代表 不寒而善離開 然後現場還有大概四五個人還在談 離開了以後突然間有一個陌生男子 拿了一個塑膠袋 不聲不響的突然間走到黃中宏的背後 那時候大家都還在談 都不知道什麼事 無意警的把袋子打開以後 朝黃中宏的頭部套上去 套上去不重要 因為大家嚇了一跳 從黃中宏的後腦到這邊 掉了兩條毒蛇下來 大概都是一公尺多 雨傘截跟眼鏡蛇 毒蛇沒有拔掉 毒蛇 咬下去有 真的會中途 蛇毒啊 黃中宏嚇了一大跳喊救命 那因為現場那幾個人也 那幾個人也被嚇到啊 毒蛇嘛 突然這個動作對方當然跑掉了 然後毒蛇很可怕 還好是五星級大飯店的 這個等於少爺對不對 趕快拿少爺來 把毒蛇這樣給打死啊 但這件事情他沒有報案 可是這件事情被媒體給揭露 那警方就要去調查嘛 後來查出來 大概跟一些地下錢莊的糾葛 你總共聽說那時候借了 在媒體報導啦 我們也黃中宏沒有 等於自己也沒有證實說了多少 說好像是借了兩億啦 但是問題是地下錢莊 你跟政府借錢頂多抓去關啊 地下錢莊會要你的命啊 你知道嗎 這次丟毒蛇對不對 下次可能就不是毒蛇啦 你知道嗎 很可怕的 所以到後來 說因為這樣子 一敗塗地 一踏糊塗 整個龍跟整個都落下就對了 整個颱風王國 颱風帝國 剎那之間 整個全部都垮掉 然後他的股票呢 就不斷的往下跌 當時還有這個股市的王牌分析師 是在130 140進去買的 還跟人家講說放心啦 颱風不會有事啦 因為看好他的土地 看好他的什麼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他的土地設定的設定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因為捲入這個事情 我說我難聽的 人要買土地也會怕 對啊 真的 颱風這時候就站出來切割 颱風是颱風 黃中黃是黃中 個人的行為 要不然就會連颱風一起捲進去 對 就完蛋了 所以後來颱風公司 我們現在講的 那時候颱風公司 就跟黃中紅沒有關係 那他個人財務的調度嘛 用他個人的名義嘛 那但是呢 也影響到颱風啦 所以颱風因為這個打擊啊 本來颱風的股票是洛陽紫貴 對不對 整個產值 但是生意也受到相關的影響 但黃中紅的人生 從此以後從巔峰 從天堂掉到地獄 然後那些法官就都受到了懲戒 有些懲戒有些幹嘛的 然後檢察官也被調查 後來還捲入調查員 所以去查那個調局的調查員等等 全部捲了一大堆就對了 然後除此之外呢 也是媒體界我們認識的 也有因為大量去買颱風股票 最後因為貪心沒有跑 沒有賣 而且最後都會捲進去了 颱風股票最後從257塊 跌到9塊多 下市 哇 下市什麼意思 就變壁紙啊 就變壁紙啊 壁紙還好一點 壁紙還可以貼 連壁紙都不是 我的天啊 250幾到9塊 有位財經記者就 有一天就拿一堆給我 你要不要撕啊 你們撕過股票 來 一張一張撕啊 一張一張撕 一張一張撕 為什麼 這就是我的人生經驗 一張一張撕 你貪心 真的 你貪心 人家叫你跑你不跑啊 那後來有人在這個 有警方在這個八斗子漁港旁邊 在八斗子漁港旁邊發生什麼事 因為警方知道 有那時候知道南寮 新竹南寮跟八斗子很多解湯啊 都會來這個地方想要偷渡 所以呢 警方在那邊巡邏的時候發現一個人 因為黃忠宏以前就是大鬍子 大鬍子是一個嘛 發現一個沒鬍子了 然後呢 鬼鬼祟祟的 想幹什麼攔下來 懷疑想偷渡到日本 那時候懷疑了 就是黃忠宏 他把鬍子偷掉 那黃忠宏不承認自己偷渡 說性情不好 就是那三步 口袋剩下一萬台幣跟一萬人民幣 所以他也落魄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後來他因為這個 剛剛說的那個中興銀行的抄待案 所以他判六年 本來不只 本來這個等於說要判很多年幹嘛 因為他的案件後來都 我們成立了一個叫刑事訴審法 就一個案子 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都沒辦法結案 對不對 後來就幾年以後 打對折打幾折 判刑確定就結案這樣 所以他先 他先用中興銀行抄待案 判了六年進去關 出來了以後呢 那麼後來台鳳炒股案呢 符合訴審法的規定 所以他又判了四年 他又進去關 所以呢 整個黃忠宏的人生對不對 他曾經最風光的時候 在台鳳28歲 當總經理還是總裁 然後呢 不可疑似公司這麼多 手下可以這樣調動 1500多億的一個 然後台鳳是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對不對 最後落到的結局是 一無所有 那這些捲進去的人啊 那麼像黃任宗後來也是捲到了這個相關的案件的被管收 因為他拒絕把那個補稅的錢拿出來嘛 被管收關到裡面 他自己本身有病啊 再這樣好幾乎人不肯要關 因為他養尊儲優習慣 對 所以後來生病 生病了以後呢 沒多久就去世了 然後捲進了一些人啊 後來 然後王力寧自己本身捲入了他爸爸的案件 對不對 也去關等等啊 然後傅昆奇也因為一些案件 也曾經一度去關嘛 現在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啊 然後呢 這些人啊 那麼後來捲入台鳳案的 幾乎都沒有太好的這個下場跟結局 羅浮柱好像現在還起逃海外啊 對啊 曾鎮榮後來在外國死掉 莫名其妙死掉 逆死在柬埔寨 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失誤失憶的事情嘛 以前是良宜大王啊 所以你就知道 有時候這個台鳳 從台鳳的起落 那時候很多人都很羡慕 去買台鳳股票的人 但是我那時候講坦白的 也是因為我膽子比較小 所以當時在討台鳳股票 看他這樣吵 我個人不願意加入這個相關的這個冒險 台積電我買賣 台積電我承認啊 因為我最近剛好這個 動用了100萬的個人存了幾十年 我不像486天蝦做那麼有錢 對不對 摩羯做一點一點的存 我的非私房錢的周轉金 100萬拿出來 全招待全家四個人 去奧捷旅遊 還有旅費有時候我出 歐元捷克布朗都我出 然後還幫大家換iPhone手機 這樣子 是我自己的血汗錢 那我的血汗錢怎麼來 除了平常的相關的 等於說零用錢 欠錢內多之外 就是股票1.1滴的賺 比如說你都最清楚了 金融股的存股對不對 瓜哥存股 我買一些這個機油股的這個股力 都已經超過我以前買的那個價格 我還放著 然後呢 緊接而來就是台積電各位 台積電我進出5次 讓我賺了人生第一桶金 不過那時候也不過六七十塊 台積電五百多塊 笑的 結果現在笑的一堆 你知道嗎 現在五百塊每個搶了 你知道 我心想 我那時候玩的時候六七十塊 八十塊這樣在玩台積電 現在人家是五百塊玩 我就不願意去冒那個險 所以我賺不了大錢 但是我也不會套牢在裡面 因為台積案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玩股票千萬不要像當年的台積炒股案一樣 為了急於一時把它拉抬對不對 記住我說的話 內線交內線的人跟你講的時候 他已經進了一票 對 老實跟你說 聽不懂 我們做那個 接到簡訊的時候要去買的時候 你已經先買了 你們這些人要把股票插進去 老實跟你說 接到要走的時候已經先走 已經在等著走 你們在買的時候就要走 所以玩股票沒那麼厲害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的話 我幹嘛跟你講 真的 對不對 我幹嘛跟你講 我自己進自己出 這樣就好了 我自己賺 我要好心要報你發財 所以大家自己本身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生在股市裡面 我是小戶 散戶裡面小戶 但是台積炒股案給我很大很大的教訓 真的 各位朋友 請記得看一下486隨便聊裡面 我有錄了好幾集 就是我對於投資股票 我很深刻的一些看法 其實像台鳳或是剛剛瑞德哥所說的台積電 很多人犯了一個錯誤 大家都知道股票要逢低買 逢高要賣 對 結果當它一直漲的時候 你去追 那你就犯了什麼錯誤 逢高買 我太太一輩子不准她買股票 為什麼 人家漲300點她就想買 人家跌300點她就想賣 各位千萬不要變成像我太太這樣的人 那剛好其實是相反 如果漲300點應該要賣 如果你有的話 沒有就不要去碰 如果跌了300點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 是你要去買才對 考慮考慮 真的真的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瑞德哥 因為瑞德哥 非常受到我們頻道 大家網友的喜歡 那我真的很常 甚至我在路上就能講說 你很久沒有找瑞德哥來上節目了 不是我不找 我是真的常常在 在這裡借我們的頻道 跟486先生 特別感謝一個美魔女小姐 因為486後來通知我才知道 因為美魔女小姐 在我們486專訪的相關下面留言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想幫我生一個小孩 我非常的感動 你知道 這件事情讓我感動 我每次每過一段時間 就要在我老婆面前提起來 然後我老婆就說 下輩子吧 但是我還是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今生而滿 但是我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台愛 謝謝 因為瑞德哥他真的太忙了 真的太忙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一個月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邀請瑞德哥來錄個兩集 那這兩集可能是時事 也可能是我們覺得說 真的可以讓所有的朋友 能夠來借鏡 讓我們的人生能夠更進步 賣消灘 那行得正做得穩 這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我們看到了誰呢 我們看到了很多台灣的一些名嘴 那現在這個很大的大咖 例如說鄭鴻怡大哥 例如說廖曉君小姐 那都從螢光幕上面去消失了 本土的這些台派呢 我們這些大將呢 我們這些台灣價值 台灣立場的人呢 很多都消失了 反而我們那個前陣子 我們看到了一個什麼新聞 我們看到什麼朱學衡啊 館長原來 斗內的那個金額啊 快一千萬 好幾百萬 斗內他們這些錢是從哪裡來 我合理的懷疑 我不能確定 那我合理的懷疑 這可能是不是中國的統戰 他從國外很多散戶 然後捐錢 反正是罵民進黨的 罵我們的政府的 糟蹋我們台灣的 他就大量去斗內 所以大家來看 現在網路上面呢 我插著一下 我跟你講 如果要證實不是對不對 只有一個辦法 我可以相信 斗內一千萬給我 哈哈哈哈 我就相信 那應該不是 你不是中共的給的錢 是的 所以我在這邊呢 也要請大家幫忙 如果說看到我們這個節目呢 我也不要你斗內我 你幫我按個讚 分享一下 留言一下 讓我們台灣的聲音 不要在中國的很多的統戰 很多的陰謀等等 慢慢被泡沫化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這一次 謝謝瑞德哥 下一次我們會聊什麼話題呢 非常非常的精采 說到你的兒子 謝謝瑞德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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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追尋你的背影 哇 每次都想不看你的名字 告訴你心中的話 面對面 看著你的眼睛 不再追尋 紅的線條